这名汉肥有够嚣张 他手持现弹枪 在光天花日之下 带几个小弟抢劫香港珠宝店 保安过来 他人恨话不多 一枪将其轰散 最后他让员工蹲下 出道一百身材人起来 结果有一个人不听话 大声喊道 这名汉肥叫做汉哥 他嚣张的犯罪行径 导致很快被警方包围 但他出来做事 早已经将生命自制度 有人难路 他就用子弹招呼 警方也未料到 汉哥等人的火力 竟会如此凶猛 难道这群人都是不怕死的吗 警方们的配枪 显然不能与之对抗 只能眼睁睁看着 对方同伙开车过来 接走汉哥的人 这个汉哥 每次住案选的小弟都不同 这也导致警方 很难将他抓获 而之前他的小弟都去哪了 以汉哥的形式作风来看 估计都成了枪下亡魂 抢到珠宝后 汉哥分给众人 他准备几天后 去铜锣湾干最后一票 就射手离开香港 吩咐完手下 他回到家里 将一部分珠宝送给父亲 有趣的是 这个家庭 是个汉匪世家 汉哥的父亲 早些年也是自炸风云的汉匪 他靠着娴熟的手法 和小心谨慎的处理方式 逃过警方数十年的追捕 之后 他想要将医生本事传给汉哥 无奈后者 根本看不起他的老办法 汉哥的态度就是 神党杀神 活党杀活 要他这种人 小心警察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母亲走过来 想杀鸡献神 给儿子祈祷平安 不想这只鸡 精力旺盛 怎么也抓不到 汉哥将其逮到后 随手一挥 第二天 汉哥去临时卧点 与小弟商量抢劫一事 他前脚一走 警方后脚便来到他家里 原来是汉哥父亲包了二奶 继续用钱 将儿子给的珠宝 全部拿去换成了现金 昨天刚发生珠宝抢劫案 第二天 就有人出售大量珠宝 这个举动 自然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老爷子称珠宝是 自己早些年存下来的 继续用钱就拿去换了 警官让他提供 购买珠宝的收据 老人却一张都拿不出 汉哥母亲见状 上前插话 称珠宝是昨天晚上儿子 送给他们的 这番话 让老爷子气了个半死 警方也自然拆到一些猪丝马迹 警长性格 惊艳老道 在房间里一番收查 发现了汉哥的照片 和一张猪房单子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他立马招呼搭档小豆出发 众人来到单子上的地址 这里便是汉哥的临时窝点 小的是 汉哥等人 此时正在码头收购武器 上次的线弹枪 明显不够猛 这次他要换成AK-47 而警方这边扑了个空 姓哥在屋内 发现一丝下来的地图 正面的地址 是铜锣湾 看到汉哥下个目标 自然是这里了 汉哥等人买好武器后 来到临时窝点 发现附近周围 全是警察 他知道 这里已经暴露了 便和小弟们悄悄离开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打算放弃抢劫仪式 相反 他要加快行动 也顺便让警方 尝尝那新买的AK-47 第二天 警方派出大量警力 蹲守在铜锣湾各个珠宝店 汉哥知道对方埋伏在一旁 但他丝毫不怂 闯进珠宝店后 他果断盖掉了保安 让小弟们开始拉货 珠宝到守候 他们走出大门 警方已经赶到 将汉匪们包围 汉哥依然逃出AK-47 直接与其交火 警方怎么也没料到 前几天他们还是现弹枪 现在怎么又换成AK了 面对汉哥的火力压制 警方再次败下阵来 他们的点善罢 在AK-47面前 根本不够看 双方从大街 一路对抗到了高架桥上 警方这边死伤无数 虽然武器不行 但信克和小泽 作为警察最后的排面 他们从桥上 一路追到了桥下 无来汉哥的火力太强 如果不是有B单1 这个小泽 恐怕早已命上黄泉 看着死去的诸位同事 两位长官 是要抓捕这个汉哥归案 晚上 两人接到了警方消息 看汉哥父亲 鬼鬼祟祟的离开了家 他们断定老人是想和儿子会面 警方跟踪对方来到一屋子 结果再次扑了个空 原来是老人寂寞难耐 偷偷摸摸去找二奶又会去了 而汉哥这边 逃出生天后 他们准备跑路 不像这时 他们才发现 团队里竟然少了一人 这人便是负责开车的小张 后者在追逐中 与汉哥等人走散 为了离开香港 智商不高的他 在码头找了一艘小船 他打算用这玩意 一路划到大陆去 真是个聪明的小机灵鬼 结果途中 他被皇家警察抓获 在警局里 小张为了避免被揍 供出了汉哥所有的窝点 新哥和小舟 随即带人行动 将小张提到的弟子 一个一个进行排查 终于在一居民楼里 他们遇到了汉哥 由于汉哥提前有准备 警方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汉哥再一次压制了警方 果然AK17 比现单权好用得多 他们几人单挑一个警队 看起来 丝毫不费力 汉哥们一边和警方交火 一边准备跑路 性格经验丰富 他知道逼极乐的汉匪 有多可怕 为了避免死亡 他随即招呼属下门向后退 然后电话联系飞服队来帮忙 不想他的搭档小舟 是个暴脾气 他不想再一次让汉匪逃脱 一人提枪追了上去 性格知道后 只能跟着一起 毕竟两人有亲身后 性格可不想眼睁睁 看着小舟送死 一番激烈的追逐战 随即展开 性格在一小巷 被汉哥偷袭 小舟赶到 汉哥用性格做人质 让小舟放下枪 后者只能听从 不想这个汉哥 不讲道义 走之前 一枪干掉了性格 小舟见状 悲愤不已 他是要早期算账 这时飞服队终于赶到现场 他们拉开阵势 准备追击汉哥 后者就算再怎么勇猛 也不可能拿一K四骑 对抗香港的飞服队 他们抢了两车 准备跑路 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期间 射杀了不少警员和无辜路人 在飞服队的警闭下 汉哥等人被迫逃进了 电影院 小舟未帮信哥报仇 无顾飞服队的阻拦 冲进了影院 他认出了假装观众的汉匪 将其抓获 汉哥眼见小弟们被抓 四下无路的他 认出一枚手榴弹 随着一声暴战 现场陷入了混乱 汉哥掏出AK四骑 疯狂扫射 然后挟持一对父子做人质 他让警方准备车子 让自己跑路 不想找到了飞服队队长 贤哥的拒绝 汉哥见警方不听话 便将手地的大人 扔下高楼摔死 贤哥见对方如此残暴 只能听从 一旁的小舟脾气上来 他拿出在汉匪身上 收出的手榴弹 杨言要和汉哥 同归于尽 不要过来 我现在会吓他了 放下手榴弹 不要过来 我现在会吓他 我可以眼睁睁地看 你瞎死我的好朋友 那个小鬼算什么 你把他吓了吧 放那样 我会吓你了 你干不干 来啊 大家气死了 好啊 来啊 不懂 妈的你刷我 汉哥被小舟算计 遭到飞服队击毙 就这样 短短几天 让整个香港陷入恐慌的超级汉匪 终于毙命 城市也得以 再次恢复到了遗忘的品质 影片是今天警惕片 东普的续集 也是一部精彩的港式动作片 不同于第一部 李修仙在热播电影里 只打了一个将营 全片看下来 让我印象最深的 不扮演汉匪的无意见 不得不说 只能演这种角色 真是得心应声 一个表情 一个动作 就能让人感到畏惧 真是位不可多得的好演员 好了 今天的老港片 就讲到这了 我是一个是要讲完 所有今天港片的结束 喜欢雷哥的话 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